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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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的時候一定要看 它的consumer unit 和電線 電鍵 會不會太舊 例如這間家現在在upgrade 但是 它還保留著這個 很舊的consumer unit OK 留意一下 這些 MCB 其實已經很難賣到 所以大家記住 如果它是一些 這些 carterge 都很難賣到 我帶大家看一下 現在新的consumer unit 是怎樣的 其實這裡已經在做 這個新的consumer unit 這個新consumer unit 就留意一下 我近一點看 留意一下 這些我們是要有 留意那些MCB 這些就是新款 即現代款 我意思 也都要留意一下 有沒有LCD LCD 就是流電斷路器 所以要留意一下 還有 要留意一下 它的線的顏色 這個是新的consumer unit 所以它用線的顏色 當然是現代的standard 例如LIFE 大電電線 就是啡色 NUTR NUTR 就是藍色 EARTH 當然 EARTH 是綠色 黃色 如果大家看到 如果大家看到 它的電線是 例如LIFE 是紅色 NUTR 是黑色的話 代表 那個製箱 以及那家屋的電線 其實都幾舊 舊不代表有問題 不代表有問題 在家屋的時候要留意一下 看看它的Heating Heating Heating的方式 一般來說 最多就是用Radiator 的Central Heating 由Combie Boiler 提供熱水 給一家屋 在中央暖氣 這個就是最常見 其次 就是用電的Radiator 即是電熱板 但是那種效能 是沒有那麼好的 用電量也比較多 例如這些 另外一些 就較為不太常見 但是會有一些Ghost Bag 的屋 就有機會有的 就是例如這間屋 這間屋 其實做了整個 Under Floor Heating的系統 包括樓下 樓上 有Under Floor Heating 所以這間屋 是不會有Radiator 黏在牆身的 Under Floor Heating 這間屋來說 它全面做了Under Floor Heating 它是由一個中央熱水系統 供應熱水 接著派去不同的鬆 留意一下 是分開不同的鬆的 可以獨立控制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那間屋 如果是沒有Radiator 也沒有電熱板的話 就要留意一下 看看它是否用Under Floor Heating 以及它的Control在哪裏 以及有沒有分鬆 通常我們會在哪裏 通常我們會在哪裏 就會 它會統一 由一個地方派熱水出去 所以大家就需要知道 它的Control System在哪裏 這些橙色的喉 就是派熱水出去 今天跟大家分享就這裏 好了 多謝你一直以來的支持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我們在倫敦、曼城、利物浦、百明漢 提供全面的物業管理服務 也有幫助海外的投資者 在英國置業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們的網站 或者是電郵我們 去了解更多的資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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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